大家好,歡迎收看LemonTV的科技台 今天這一集我會教大家兩個方法用Memoji來錄影 這兩種用Memoji錄影的方法都是要在Messages裏做的 我們打開Messages 然後進去,你會看到Memoji這樣 然後你會看到紅色這個按鈕 然後你就這樣,按著它 嗨,大家好,歡迎收看LemonTV 然後按那個藍色的箭嘴 然後你就按著剛剛發送出的Memoji 然後在左下的它有一個Share button 你可以Save,AirDrop都可以 這個就是我在片頭錄影的片段 然後第二個方法 就是你看到它左手邊有一個相機的icon 你就按進去 然後在左下角,你會看到一個星星的icon 然後在左手邊第一個就是Memoji 然後選你自己的Memoji 那你就看到你的樣子已經是Memoji 然後按那個錄影的按鈕 然後我就可以錄影了 嗨,大家好,歡迎收看LemonTV的波機台 然後錄影完 你就按了它 然後你可以播放一次來看看 然後我就可以錄影了 嗨,大家好,歡迎收看LemonTV的波機台 對 然後你按傳送的按鈕 然後你按你剛才那個Memoji的影片 在左下角你會看到它有Share的 然後你就可以有AirDrop 有Save Video 那今天這一集 我就教了大家 怎樣去用兩種方法去拍Memoji的影片 第一種方法 就是在訊息中 你會看到Memoji 那這個呢 只可以拍短短30秒的Memoji影片 然後你按 相機按鈕 那就是剛剛我剛才拍的這個Memoji影片 那這個呢 就是可以拍你自己的新的 就是實體的東西 再加上Memoji這個虛擬的樣子 這樣去錄影的 那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這樣拍片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就先講到你這裏 我們下一集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